大家好,我是Wade 今天要來介紹未來有可能突飛猛進的公鏈 Syscoin 今天會聊比較技術面的介紹 所以想要直接知道結論的話 可以直接跳到最後面來觀看 這條公鏈是一個很古老的項目 從2014年的8月就從BTC那邊分插出來的一個幣 目前是沒有最大總量 會用EIP-1559的機制去燒毀SYS 與目前ETH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這麼久的項目可能會在今年開始突飛猛進呢? 因為在上一年成功開發出了NEVM 它能夠兼容EVM上面所有的鏈 而且讓會寫Solidity的開發者 可以在上面開發出他們的智能合約 而這個鏈本身是利用BTC合併開採來打拋這個區塊的 也就是礦工可以邊挖BTC又挖到SYS 安全性遠遠大於未來會使用POS的以太坊 也會增加DKRAD這個L2的解決方案 讓他們的TPS可以達到每秒21萬 之後還會升級成Velidian 達到每秒400萬的TPS 非常的高 目前區塊鏈不可能三角的可擴展性 其實是一個痛點 而這次SYSCOIN利用他們的技術 來突破這個區塊鏈三角 它這樣有可能是每一個公鏈的殺手 那我們馬上來介紹SYSCOIN吧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公鏈的強大 幫我按讚訂閱 Let's go! 首先我們來到SYSCOIN的官網 滑到下面這邊可以看到它總共有三大功能 第一個是NEVM 可以在上面撰寫智能合約 第二個是比特幣合併開採 利用POW來增加安全性來防止51%的攻擊 第三個就是ZKRAD 就是增加了這一層 所以可以達到一個可擴展性來提高交易的TPS 我認為以這麼老牌的項目去搞這塊技術一定是沒問題的 接著我們來看看白皮書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SYSCOIN呢 項目方認為在生態中應該要分為三層 第一個是執行層 第二個是結算層 第三個是數據可用性層 而第一個執行層 只要你是智能合約 都是在這個執行層上面運行的 所以很多交易都會在這邊發生 這也導致它很難擴展 結算層的話這一層一定是要最安全的 所以項目方會利用比特幣的合併開採 但是項目方還是認為這樣還是不夠安全的 所以又利用了Chainlock的技術 讓這一層的安全性提升到最高 第三個是數據可用性層 因為這一層是藉助了DKRAD的實現 來達到TPS很高的原因 如果DKRAD正式上線的時候 它會達到每秒21萬筆的交易 而項目方到Q3的時候 會把DKRAD轉換成Velidian 到時候就可以每秒提供400萬筆的交易 利用這個DKRAD的技術 會定期的把交易證明 發布到上面這個執行層 這也導致了這一層運行 會大大的降低你的Gas fee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圖 平常我們應用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應用層 而應用層之後 我們會把數據丟下來這個DKRAD 接著DKRAD他們會把數據再丟下去這個NEVM層 接著再透過比特幣開採 來達到一個安全性 比較核心的話就是下面的三層 那我們繼續講 那為什麼我會一直說 它突破了區塊鏈不可能三角 像這個高性能 在Syscoin就會用DKRAD去解決 去中心化我待會會講 高安全性的話就是利用比特幣開採 那去中心化的部分會在哪邊呢 我們一樣來到這個白皮書裡面可以看到 目前Syscoin大約有2500個節點在主網上面運行 所以代表去中心化也是足夠的 確實打破了區塊鏈的不可能三角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RAWMAP 以現在這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要來看這個第二階段 DKRAD 到時候等到Q1成功上了DKRAD這個技術 就可以在鏈上達到每秒21萬的交易 接著到第三季他們就會開發Volidian 到時候就會把數據丟到鏈下 而每秒可以達到400萬筆交易的吞吐量 知道Syscoin後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生態上面有什麼DEV可以做使用 這一張是區塊鏈研究團隊整理出來的生態圖 希望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平常在使用的MetaMask 而在每一個區塊鏈中一定都需要有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 這邊有一個Pegasys 還有NFT的交易市場Luxy 跟這個區塊鏈瀏覽器 那關於區塊鏈瀏覽器 我之前有做一部影片介紹 只要你會使用這個區塊鏈瀏覽器 你就可以防止一些詐騙的團隊 而Syscoin也有跟BSC鏈上的AppSwap有合作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購買到包裝過後的Syscoin 首先我們先來到這個AppSwap 這邊就可以看到一個Swap 我們用BMB可以去換取這個WSYS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有機會成為百倍幣呢? 因為只要是很厲害的Layer 1的攻略都有機會 例如前幾個月很紅的Terra 它從原本的1.3 飆升到了接近99u Solana大家應該也有聽過 它從原本的0.78u 曾經漲到了240u 但是因為有很多狀況 所以它接著跌到這裡 第三個Avalanche 大家一定都有聽說過 它從4u漲到了128u 那我認為只要好好了解這些公鏈的項目 提早去佈局 那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Syscoin的實力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Syscoin的幣價 它從原本的0.0006 之前曾經漲到了0.7 基本上已經不是百倍幣了 根本是一個千倍幣了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它的Rank值在143 代表還有很多人不知道它 那我們剛剛都已經知道他們的開發團隊的能力 那我相信到時候大家推出Syscoin的話 它一定會從143直接飆升到前幾名 看一下我們目前Terra第7名 Solana第9名 Evalanche第10名 將來你可能就會看到Syscoin在這個前10名當中 當然這些都是投資建議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